4月初台鐵太魯閣出軌意外 釀成重大傷亡 交通部長林佳龍請辭獲准 行政院19號宣布 交通部長由現任次長王國才接任 院長指示 交通部要推動完成台鐵轉型的改革 王國才被賦予重任 他也表示會全力以赴 我願意全力以赴 接續交通部長 把台鐵改革當作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王國才具有專業交通背景 行政經驗也相當豐富 過去在高雄市長陳菊任內 擔任交通局長 2016年總統蔡英文上任後 接任交通部政務次長 歷經賀陳淡 吳鴻蒙及林佳龍三任部長 到交通部是一個延會的開始 離開是延內 但是延起延內是不斷循環的 不僅對交通業務手忍 只要交通部有事業單位職務出缺時 也都屢屢派王國才上場代理 讓他被封為最強工具人 我看你在這個任內 民進黨上來以後 你代理太多了 你陸海空通通代理過 從郵政港務到中華航空 那麼又做N3公司的代理董事長 你現在已經變成交通部的最佳工具人 立委政袍清還將他比喻為大聯盟裡 同樣號稱工具人的 小熊隊MVP索布里斯特 你看這個 ROPRIST一樣 上面哪一壘都可以熟 內也外也都可以熟 所以這個在教練的調度上面 就特別方便 不過一般工具人 還很少變成主要投手 王國才謙虛自嘲 但交通部有多次危機 像是華航 長榮罷工 Uber合法化等 都是由他居中協調 對外與媒體溝通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主持超過40個小時 那我們媒體朋友 稱呼他是工具人 我說不只是工具人 他是鋼鐵人 我現在要再加一個封號 鋼鐵英雄 王國才表現受到肯定 政院人士也表示 交通部後續要推動台鐵改革 現在需要的是能立即上手 又能與工會溝通的首長 在外界對台鐵企業化的改革 加強公安的規劃上 有所期待的時刻 希望新任的王部長 以及現任的陳彥博次長 齊文忠次長 在互相搭配底下 一起帶領交通部 完成各項任務 為交通部帶來新氣象 鎮中心台北報導